为期两天的2011国际大学生物联网创新大赛 今天继续在中国科技馆举行 这些大赛以传感控制为主题 一个小小的传感器如何演化成无线创意的作品呢 我们到现场去看一看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由北京大学学生自主设计的手腕式自动传感装置 通过戴在手腕处的手表型的传感器接收肌肉信号 整个身体的运动就完全地呈现在了电脑屏幕上 奔跑 射箭 挥拳 无所不能 任何一个地方缺失 只要是它这个肌肉能够受到很好的控制 我们都可以把这个信号来转回各种的命令 所以说财经的应用方面也是我们考虑的很大的一个方面 由华中科技大学学生设计的文物自动保护系统 也吸引了众多参观者的目光 通过加速传感器和一个温度传感器 能够检测当发生地震或者发生火灾的时候 将会把文物从展台收收到展台下部的一个保护盒内 进行一个防火以及防震的一个防护作施 尽可能地减少文物在地震等灾难中的损失 主办方表示 选手们将在中国科技馆的报告厅内进行展示 并接受专家和公众的投票打分 最后的冠军将于6号下午决出 第一次付专家 onde活在議 messaging 第二次就找 acres雨兽多参观色 是 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